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拆的就是黄沛红说评书 这个盒子是一个布的材质 拆开海绵 看到吗 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我会用第一视角 然后给大家看一看 展示一下黄沛红到底是什么样 然后我把它的一个细节和它的所有这些东西都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看一看 这是它的一个地台 跟叶问的是一样的 就是可以折叠出来的 这是一个金属的 长底的一个头 这是它的一个礼帽 一种软胶的这种感觉 这个扇子呢 它的做工就很一般很一般了 它的这个狮子拿出来 这么长 我去 这个这个箱太大了 后面写着黄飞鸿콩 隱石保之淋 这保之淋大家都有印象 看到里面是什么样的 这里面是一个塑料 还好不是纸的 后面做的还挺精细的 这一个点缀一个点缀的 全都是镶上去的 然后里面是一个稠料 这两边是布的 看看醒尸的一个做工 还挺不错 耳朵也是能动的 这两边都能动的 眼睛有一点点可动 然后下面这个嘴这个地方 嘴这个地方一合下来 下面还有一个长毛 做的还挺好 挡住的 不错 金色的一个点缀 然后这都是一个毛茸茸的 整个小乔乔 贴上去 这个醒尸我还是挺喜欢的 介绍到这 然后放一边 然后下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旗子 这个旗子这个杆 这个杆是一个塑料的一个杆 这个棍子就是它的颜色 不是一样的 不是一码伞的 还做出了一种 特别自然的那种感觉 你们听听它的声音 我暂且认为它是塑料的 它像什么 但是我感觉它是塑料 放一边 然后就是这个旗子 做工也很精致 这边也写着佛山 包之林 然后黄飞鸿 后面呢 后面还可以 后面没有就是说 偷工减料 什么也不整 它还做到六个花 这个地方是一个 类似于泡棉的这样一个手感 里面是一个像这种鞋垫那种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我瞅这个旗子 特别像林郑英的既视感 我不知道你们瞅的有没有这种林郑英的感觉 就是林郑英演那种鬼片的感觉 如果你觉得像呢 就打个一 不像呢 打个二 我估计啊 很多人都说像 很多人都说像 其实真有点像那个林郑英的感觉 好 现在给大家看一看它的一个手型 这个手型呢 是一个护袭的手 特别像抓奶龙爪手 但是这个手型如果把奶抓一下的话 可能得抓掉了吧 太狠了 这个手型有点狠 有点毒了 放一边 然后第二手型 看一看 这是它的一个 这个应该是一个半卧驰的一个手型 没什么好处的 放一边 这个手型 这个手型你这么看的话 是一个螳螂拳的一个手型 是吧 有点像一个螳螂拳的手型 这不是螳螂拳吧 这应该是猴旋 还是什么拳 反正你要是这么丑的话 是吧 这个手型就很妙了 妙仔 是吧 这个先放一边 妙仔 然后第三手型 这个是应该有点像 那个叶问里边 那个手型 先生您请 请 这样一个手型 四两不千斤的感觉 这手型做的挺棒 放一边 然后看这个 这个应该跟两个装的螺螂拳手是一样的 这配对的 这个也是半卧驰 半卧驰 这两个是一对的 然后这个是全张的手型 有点像紫薇 紫薇 这个掌法 这个手型也挺好看 它这手型做的还挺不错的 挺不错的 挺好 这几个手型 还可以 这一本 这是一条裤子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主体 这主体 这个 拿出来 先看它的一个头雕 这个是它的一个直发 哇去 这个直发 后面 我去 这个头雕呢 有点像 李仁杰年轻的时候的样子 这头雕可以 可以 这头雕可以 你要正丑的话 肯定是 发愣 就是玩具 你都在这 角度心定不像是真人 真人 你正面丑 有的时候也不好看 然后它这个大罐呢 这个地方 全都是秀的像一个 珍珠的这种感觉 然后看里面 里面是一个白色的衣服 还有一个就是 它的一个眼镜 招牌的眼镜 这个眼镜 给它戴上 这个才像我们印象中的黄飞红 而且再戴一个帽子 再把它帽子戴上 哇 nice 这回就有一种 小的时候看黄飞红那种感觉了 有的话打个1 兄弟们 所以就个人感觉 就是戴帽子和戴眼镜也挺好看 所以这款产品呢 它可玩性其实挺多的 而且还有那个 就那个狮子头 就是那武师那个 那个道具 还有一个旗 然后还有棍子 还有扇挺好 然后我看看它的一个素体 它鞋的下面做的是一个真的一个布料的一个材质 粘力性是没问题的 那素体也有看看 哦又去啊 我个人感觉它的一个素体啊 摆的姿势还是挺不错的 一样 看看它里面 护脏里面 这里面还有一个腰带 我去 这个白大褂 然后这衣服 可以 我是挺满意的 我是挺满意的 挺满意的 黄飞红 这个黄飞红 我真的是 挺满意的 挺满意 挺满意的 这次点试试 点试试 咱四 点音乐 我们下个褂 再一个 我们下个褂 我们下个褂 打扎 我们下个褂 我们下个褂 这样 我们下个褂 今天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给这个视频一键三连 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里 身体健康万事无益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